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舊熊老師 也就是美好價值的傳遞者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一個學日語的利器 那是什麼呢 就是 Netflix Netflix 我們就是講Netflix 就是這個網飛 那是一個就是付月費就可以看那個電視節目的一個 這個視訊的這個 那叫什麼訂閱的服務 那我其實蠻常利用Netflix來 聽日文的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我以前講過 我是一個 從我開始學日文開始 幾乎 幾乎是不曾打破這個 這個算是習慣嗎 就是我每天都要聽到或接觸日語 那尤其是聽到我幾乎都是同時做兩件事 比如我在不管在寫 blog 文章 不管我在 呃 做什麼演講稿 我同時都會 放一個日文的 是 音訊來聽這樣子 然後不管有沒有認真看 所以日劇還是什麼都蠻常 蠻常用這個方式在 聽的 反而不是看 因為看 太花時間了 那所以我都會聽 那這個Netflix裡面呢就有非常多的這個 日本相關的東西 不過 不過有一個點 就是 Netflix裡面有幾個很推薦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我講的那個 那個 那個日劇很多 那日本的卡通也很多 這個其實你也都可以當成休閒的一部分 那 我最常看的有兩大類的就是那個實境秀 一個呢就是 Ainori Ainori應該在我這個世代的人都有聽過 也就是 戀愛八世 那戀愛八世他現在有新的一季是 做那個非洲旅行的 那 Ainori的一個特色呢就是裡面的人都不是特別的美心 而不是特別的 傑出的人物 那但是呢就是這種小人物之間的戀情嘛 透過了這個旅行這個很大的框框裡面 那 會在一個超現實的狀況因為我們現在 生活中 你可以用 錢 你可以用手機 用科技去彌補我們所 本身不足的地方 譬如說你的知識不足 那我們就可以趕快Google 那譬如說你的 這種 呃 外貌上不足我們就可以花錢買好的衣服 或是買好的保養品去提高我們的外貌 所以呢是可以用一些超能力 古代來看可能是一種魔法 來 彌補我們人的差距 可是在 戀愛八世的世界裡面呢 他是完全的平等的 完全是用 內心決勝負的 這種感覺 因為你沒有任何的科技輔助 那這個 其實他 就是因為是小人物的嘛 所以呢 他裡面的用語啊 比較不會那麼固形象 也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 呃 那種包袱吧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比較真實的 日本人講的用語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蠻值得推薦 尤其是現在這一季新的這個 這個 非洲之行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 我記得他在Netflix上 突 推出過三季 還是 兩季來三季 這樣子 那前一季因為有一些特殊的人 呃 我覺得有點特別啦 所以 不是那麼推薦看 可是現在這個非洲還蠻推薦看的 那另外 一類呢 就是那個 Telas House 就是雙城公寓 那他就是 呃 挑過的人 裡面的人都長得像Model 好不然男生女生就是帥哥美女 那帥哥美女就是把六個帥哥美女呢 這個 迎接到一個 Share House裡面來住 那 呃 他裡面發生了點點滴滴 會不會發展成愛情 或是說我們在事業 或在各種方面上有什麼樣的糾葛 就是屬於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但他也蠻真實 只是沒有像I know me那麼真 因為畢竟 他裡面的規則 就我知道啊 就是一個禮拜他只要住在那個 Telas House三天就好了 那而且是大量編輯過的素材嘛 所以其實 變成說 他沒有讓你看到全貌是比較難 難說啊 只是Telas House因為 都是帥哥美女嘛 所以 畫面就 賞心悅目 這個顏值很高的關係 所以會看得比較下去 那但是 不管哪一個呢 對於我們學習日語呢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不管你是要看哪一個 那而且呢 Netflix他有個功能是開字幕 所以你就會看到即時的日語字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值得大家來 來學日語的 但我也有一點特別要提醒大家就是 然後就算你買了這個Netflix的 服務呢 你還是不一定能夠看得到 呃 就是最即時的日本內容 那是因為 Netflix其實他有分區域 就是台灣有台灣區 那日本有日本區 所以呢 辨識說 如果你要看日本最新最快的內容 他常常是沒有中文字幕的 這個最新最快的內容呢 你就需要VPN一下啦 你就需要 翻個牆才能看得到 那不然的話我們就是要等 台版的上市這樣子 那其實像雙城工藝在台灣已經有了 那 台版的Netflix也有了 可是我不知道 Ainori有多少這樣子 那總之如果有的話 你就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學日語的小祕訣 小秘訣呢 就是 天天聽 然後呢你還可以有一個練習就是 聽到的時候馬上跟著講 好那一句兩句一個單字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 能夠 有開口練習 你就 今天有練習到日文 就可以幫自己打勾打勾啦 好那今天跟分享 到這邊希望大家的日語都能夠進步 也可以利用身邊的各種網路方便的工具來學習日語 那這樣 想必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好啦今天分享到這邊 掰掰